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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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不断地发作了 所以透过八万载戒 把这个轮回生死的根 把它断除掉 养成这种快乐 所以一般是满足贪嗔痴叫快乐 但是慢慢学佛了 就知道没有贪嗔痴才叫自在 所以无烦恼业因 所以各位必须很认真 今天认真 明天就会认真 后天就会认真 养成一个习惯 忍一次就可以忍两次 忍三次 那透过这个忍来告诉我们 这是因为我的问题 我有一个我值 我有这个业 所以透过忍就可以消业 又可以慢慢断除称慧心 又可以进入无声法人正的空性 所以养成这种没有欲望 不会生气 所以深信因果 没有骄傲 不嫉妒怀疑 的这种心态 所以为了如此 就像生病的人要吃药 那病好了就不用吃药 意思是说 如果你要保持一个正念 那就可以把负面的这些烦恼 恶业把它禁除掉 所以那以六念旌旗之意 念佛 慈悲导师 念一下 那么东方阿楚如来 意念的阿楚如来 类似的修的慈戒 很忍辱 念一下 猪圆不动 无称大悲 无称大悲 普渡众生 同入妙喜 向好庄严 不退菩提 降伏众魔 成就佛道 太伟大了 所以呢 念的每一个佛的因地的修行 为众生的愿 那么南方宝身如来 那么西方阿弥陀如来 大家最熟悉了 宵夜 往生净土 成就佛道 阿弥陀佛的安排 让我们到了极乐世界 参访十方诸佛 供养得寿祭 让我们跟所有的大菩萨 生活在一起 让我们也学习菩萨的发心 能够趁愿再来学 观音导价慈航 普渡众生 所以从平常 消我们的业障 降伏我们的烦恼 进一步引导我们 往生西方 所以理解如何 仿生的方法 所以阿弥陀佛 慈不慈悲啊 太慈悲了 我们就要不要辜负他 所以 佛这么爱我们 就像爸爸妈妈 这么爱我们 所以我们不要辜负他 我们要好好的 孝顺慈悉 让现世父母 福寿 让往生父母 超度 所以 因为佛对我们的悲心 所以来 那么北方不空成就如来 所以不空如来那种 二十四小时 分分秒秒 像西文一样 那种精进 永远不退转 不懈怠 所以在关怀众生 所以叫精进成就 那么中央 披露真啊 佛 所以 要法身圆满 六度成就 所以 每一个佛 这么慈悲 都是为了众生 佛的一切功德 是为了供养 布施众生 所以要经常去意念 每一个佛 菩萨 祖师大德 的慈悲 为众生 而感动了自己的心 让自己 学佛 法 成佛 菩提心 我们不能自私 为了自己的爱情 身体 家庭 事业 身体 在修行 所以我们要转念 你一转念 你的身体就舒服了 你一转念 你的烦恼就没有了 这个叫一心念佛 所以当你起了一个我职 我想要凸显我自己 我想要表现我的思想 我想要表现我的身材 事实上各位照见五蕴皆空 这个身体 物质 感受 想法 行为 意识 这里面根本没有一个我 以我无关 但是我们就勤紧地抓住 这个外在的物质 肉体 房子 是我的 书我带你来看 这个土地我的 很臭屁 所以 这间房子会有 这间房子会有 然后就像一个女人 身材很好 她就一辈子很骄傲 对不对 不由自主地骄傲 因为别人羡慕她 这个就是一种 对物质 对色 这个色韵 本来它就是一个组合体 那个组合体里面有大便 有什么都有 对不对 血肉 但是她觉得 这个就是一个我 产生了一个骄傲 所以 甚至受 我的 我是博士 我是董事长 我给别人一个 一个羡慕的眼光 看到我 我觉得 我感受 很快乐 所以 事实上这里面 如果你扎然 执作一个我 反而这个五蕴 就是变化 无常 所以你认为 想要抓住它 那你就会痛苦 所以各位要念法 所以释迦牟尼佛 每一个佛告诉我们 这个解脱的方法 成佛的方法 所以 地藏经怎么样发愿呢 所以怀炎经 叫我们怎么成佛了 令炎经 叫我们怎么降魔断烦恼的 所以 每一部经典 特别大乘经典 都叫我们空性发菩提心的方法 所以 那这些我们要 意念 再来念身 按照佛头的正法 再实践的 这些和和众 像我们今天就是 身且和和众 不分在家出家 大家 为了 所有众生 远亲民扫墓 那我们努力的来帮他修行 为什么 所有众生 无一不是我们的父母 特别 所以这牌位特别多 能够在我们面前 接受我们供养 回向 都做过我们父母 所以我们和大家 和和精进 一起大家精进 来 以八幻灾界做基础 来发起菩提心 广修各项功德 来 回向给 整个世界众生 愿 所有扫墓者 父母 来自 被扫墓对象 离苦的乐 扫墓的人 生起一个孝顺心 感恩心 而得现实福报 所以要这样 祈愿 那这个叫 生且 所以 加入你 加入我 大家和为一体 念一下 共享功德 所以大家今天 一起三恰八观 再见 假设今天有八百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就有这八百份的 共善业 我们大家今天 一起念佛 大家今天 一起放生 共生 刚刚我看到我们 慈悲的安逸 他们精进的 为我们在修法 事实上 他们精进的 在修法 他们也得到快乐 为什么 他们的心念 就很安住 他们就很平静 所以刚刚我到 地下室 一进来就听到 他们在放音乐 这个放音乐 好听 就像进了餐厅 有了音乐 有了气氛 到了三楼 大家正在念诵法语 哇 这个更高级 这个一点都不会 起起妄念 享受的浪漫 而生起了一种 对法的尊敬 这种大家对法的 老实说 如果释迦牟尼佛来 看到大家这么认真 在念诵 八观摘戒的功德 在慈戒 佛陀 高不高兴 这个就是修行的供养 真修行的供养 哪一天你正的空性 佛陀会不会放光 太好了 佛陀的生命 产生异议了 它要让众生 正的空性解脱 还是不退菩提心 所以我们要用这样 来发菩提心 精进的持戒 做供养 那大家这样子的 归一三宝 持戒不失 来世至少升天 所以现在辛苦 没关系 为众生辛苦 这个辛苦 不是我在辛苦 是用辛苦 来降服这个我 我就像各位 跪在那边 哎呦 脚好痛啊 站在那边 脚好酸啊 但是你这样去做 你可以降服 对身体的执着 以及这个 我的心的脆弱 哎呀 我的脚好酸啊 事实上根本没有 这个我这个字 但是你要执着我 包括我的脚 那你就麻烦了 所以以后在酸的时候 请问谁在酸 不是我 被骂的时候 谁被骂 不是我 根本不是我啊 所以那你就 没痛苦 那只是一个感觉啊 你骂我 那只是一个声音 你啪 倒我一下 那感觉 不是我在痛啊 不是我 我还担心 我还担心你手痛嘛 所以那各位 你要养这个习惯 佛教讲的空性是 没有我 没有我 那佛陀教我们的方法 是最好的方法 你痛 赶快想到众生痛 而不是我在痛 你穷 赶快想到众生的穷 而不是我在穷 因为想到众生的穷 可以超越我 还可以升起对众生的大悲心 但是千万不要有一个 我在痛 我在难过 我心情不好 你要把这个妄念消除掉 赶快转为念佛 阿弥陀佛加持我 地藏菩萨加持我 我不能有这个我 转念 那你对佛有信心 能不能转念啊 你在这个五浊二世 轮回好苦啊 你终于全然放下 一心念阿弥陀佛 会不会马上到净土 那往生者 在最后的时候 他就会全然放下 往生净土 那平常我们念佛 能不能得身净土啊 心在净土了 弥陀即我心 没有我的心啊 因为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 此方即净土 我现在哪有在一个痛苦的地方啊 我马上在极乐世界啊 所以各位要把握念佛 当下就在净土 未来当然的因缘更在净土 所以活在当下 发愿将来成佛 所以念天 也就是说我们好好持戒 来世不再恶道轮回 甚至呢直接升天 都算念愿极乐世界